I can feel the blood creeping up from the heathen sky We'll got fight got pride got 工商時間97MR 防摔手套帥氣安全 蝦皮熱賣中 大家好我是小瑜 那今天我要來開啟新的企劃 新的企劃就是我們來介紹一些改裝車 那這些改裝車不是我改的 也有可能是我改的 那有我改的一樣可以介紹 那特殊的我會拉出來做狂改 就是介紹金額的一些 那這個企劃是不會介紹金額的 那金額的話你們自己去私訊車主 再去問IG一些 我會到時候附上去 那這些車子就是有分很多種改法 那不管是便宜或貴的 然後反正它的改法非常非常多 我們來介紹給大家 那這台是6代近戰改羅把 那整車有點粉紅色 那我們來帶大家看一下 那這台車我們一開始看到它是羅把 那羅把的部分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先看到的就是 它有一個金星的魚眼大燈 那這是金星的魚眼大燈 那它有做惡魔眼 然後它旁邊的那個方向燈是CTH的 那這個CTH的它還有一個小燈 是可以開的 有一個投射燈這樣 可以更亮的 這是一個部分 那我們再看一下它的羅把 那這個羅把的總成呢 它是直接就改成巴豐特的羅把總成 然後上面再加這個RX3的儀表 那現在RX3的儀表基本上都是能直上的 然後左邊是安科的總棒 然後有改這個RX6合1開關 這個是6合1開關 然後右邊也是安科的總棒 也有改6合1開關 然後它這個改開關的部分呢 它這個就有這個上繞油門線 這就有上繞油門線 那它的油杯呢 是從下面這樣子鎖過來 然後拉過來的 那它的油杯方式是倒著鎖 其實我剛剛看到這個油杯的方式 其實還蠻特別的 它是把這個靜坐的部分呢 倒著鎖 然後鎖著以後呢 然後再把支架反過來鎖 變成油杯支架 其實我覺得這方式還蠻帥的 對 然後它當然 這個是巴手總成啦 那總成改完以後呢 它這個就變成羅把了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羅把的狀態 好 那你在自己的把手上面看起來呢 就是其實還蠻簡潔有益 其實這個這個改 把手的部分呢其實是方便 不用切總棒 這個對直推總棒的部分呢 就是很方便的 好 那接下來往下看呢 它就是有MOTORR強化車台 它有MOTORR強化車台 然後在左邊這個是凱瑞斯的油箱蓋 這個會轉的 這個當初我弄出來玩的 然後再來就是APEX的鎖頭蓋 這些小東西 那我們往下看它的除了燈系以外 車殼烤粉紅色的以外 接下來它就是這個 怪獸工廠的利兔避震器 它這個D2避震器呢 是整支就是粉紅色的 這種特殊顏色呢 還真的只有怪獸工廠在做 也有幫客人訂過 那基本上這只有怪獸工廠有 其他的避震器是沒有這個粉紅色這種 這種設定 比較特別 那如果你有喜歡特殊色的話呢 肯定可以找怪獸工廠訂這些 然後配上了對視的卡鉗 然後它這一個碟盤呢 是FAR的試軌 然後現在的輪框呢 它還是烤漆的紫色啦 那它當然有說它之後會再改斷框啊 跟倒叉這些 那這個等之後上了以後呢 我們再來看 再來介紹給大家 那現在的狀況 我們就以現在的狀況介紹給大家 這部分這個插頭看起來就有更換過 只是它沒有收起來有點醜而已 到時候就請它把它那個塞進去 收起來就好了 我都會把它收起來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它有換過電腦 它裡面有改電腦 然後它這一個 鋼頭目前還沒有改 表示應該還沒改鋼 要不然就是有套個鋼 不過沒關係 我們這個引擎的部分呢 就沒有特別去看 水箱呢 水箱護網呢 是凱瑞斯的水箱護網 那凱瑞斯的水箱護網 只是它現在的狀況呢 還沒有什麼大問題 那只是這個一樣提醒大家 無情工商一下 這個比較重 久了喔 水冷底座會比較有點傷 到時候如果有需要的話 再找救 7MR就有了 那它的吊架的部分呢 是後移5公分 超級工廠 超級工廠 有出後移5公分的 那這個 就是 原理是跟我一樣 所以它的吊架是沒什麼大問題 只是它的 後移長度比較長一點點 所以它屁股會比較出來一點點 我們3公分的話就比較少一點點 然後再來這個就是 黃蜂的BT-1 黃蜂的BT-1炮管 然後配上它的 後避震是D2的 這個D2的避震器呢 其實我比較少看到 那它的鉛屏就是有 再多一條線 然後往下鉛 這樣子可能是 比較不會卡到排版 當然它的排版是有改Scooni的 Scooni排架 然後就比較短 然後再配上了這個RS Neo尾燈 其實六代戰呢 六代戰除了 我改的那個 AJ尾燈 在就是RS Neo尾燈 所以其實它還是有改一個RS Neo尾燈 然後再配方向燈 它的方向燈條就貼在裡面 這個大家都會知道 這就是RS Neo尾燈 當然 我們看到它的卡錢現在是沒有換 其實六代戰的話 外碟我是不推薦換卡錢 那它的換了金屬油管 那金屬油管是換那個加入打的 所以它就有換那個金屬油管 那這台車呢整個就是一個粉色系 超級粉色系 再來呢就是它的空力外蓋 是這個阿嬤的空力外蓋 阿嬤的 阿嬤空力外蓋 然後它這邊是有做那個 可辨式 可辨式 空力外蓋進氣 然後再配上COSO的傳統蓋 大致上呢 大概 我們弄了一圈 大概是這樣 其實當然有一些小東西 像Dominio的握把 粉紅色的阿 這些相關的 整台車這樣子 亂起來呢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其實它的風格呢 就比較偏向是少女風 非常少女 我覺得它這個風格 粉紅粉紅粉紫的 應該很多女生會非常非常喜歡 說不定很多女生想上後座吧 今天這台呢 比較特別改的 六代近戰 羅把 少女風格的這台車 就在這裡 那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小鈴鐺 拜拜